长相思最新花戏来袭 那么有分寸感的剑字 专门喜欢调戏杨子 又是斗兄又是喘息的 众目睽睽之下杨妹 我看导演不是故意的 你是故意的呀 他俩甜的还不只是这个呢 众所周知 杨托代表的就是杨子 在综艺节目上 谈剑字也是一秒都没犹豫 直接凭借秦潇 拿的杨托猜出来嘴妹 杨子回答就接下一题 我连杨还没看到 杨子 杨子 杨帝还在那吐槽 说自己没看清是什么 可见杨托对于谭剑字来说 是多么的敏锐 这是我的女朋友 重的感情 怪不得到哪都带着 对对对 是不难舍难分 看他在采访时说的 这是我的女朋友 这莫不是快要官圈 还难舍难分 这是不是趁机表白呢 再来看长相思剧组介绍的时候 小妖嘞 小妖怎么今天没有跟大家一起来 我们的派对现场 主持人Q小妖怎么没来 这时候其他三位男主 可是骑刷刷望向了她 连话筒都没抬起来 怎么 姊妹的行踪是只有堂哥知道了 是吧 小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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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里 人家主持人都没有说完话 她就举起话筒在那傻乐乐 瞧她笑的那不值钱的样子 怎么 只要一踢姊妹就高兴呗 满脸的开心 是藏也藏不住 小妖你在哪啊小妖 小妖快来吧 快来吧 听到小妖要来的时候 人家其他三位都很正常 也很平静 知道自己在台上 再来看看谈剑刺 好家伙 一听到小妖 那嘴角就喝不冷了 又鸣嘴又动干手的 小妖来到我们的现场 还吓她一跳 看样子 她真以为羊子要来了 刚才那动作 心里肯定在想 不是告诉我不来了吗 怎么又来了呢 想不想你小妖 主持人问想不想小妖 其他三位男主 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查 两个直接瞳孔地震 这话是我们可以回答的吗 再来看看我们坦哥 快控制不住 着急的想回答了 有九个头都想 九个头都在想 有九个头都想 九个头都在想 谢谢 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妖一起下去 最后下台的时候 也是很有意思 按照正常来说 主持人Q拿人形立排 他们三个肯定是会拿的 但是有谈剑刺 再就不一样了 都想着坦哥会拿 看看表哥的那个神情 我可以拿吗 把一旁的弹剑刺 可着急坏了 一个劲的摆手势 想让表哥他们给拿下去 来我们多多留步一下 表哥 早知道你要留弹上 我就拿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